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那时的总统是里根 他们的地铁很老旧 一百多年前他们就有地铁 除非你有的事钱叫出租 来纽约你先得学会坐地铁 上东城八十六街到了 往第五大道走 大家看见吗 那就是大都会美术馆 我没有上过高中大学 大都会美术馆就是我的大学 三十五年过去了 我不记得来过多少次 现在我还没有从这儿毕业 好 局部第二季开始了 我是陈丹青 大家好 看了片花 看了第一集 综合介绍了第五大道的美术馆 大家可能会觉得 此下的十多集 都会是在大都会美术馆现场拍 很可惜 不是这样的 我要跟大家道歉 请大家谅解 这是我们第一次进入国外美术馆拍 大都会美术馆又太大 各国各界的各种申请挺多的 我们交涉了将近一年 好不容易才申请到三个晚上进入现场拍 每个晚上五个钟头 所以十六集是不可能拍下来的 那么我在每一集呢 还是会选一两个艺术家 一两个话题 导演呢 根据我的文案 就去写分镜头剧本 那么一部分在现场拍掉 其余的大概三分之二以上吧 就回去再拍 回想在大都会美术馆的三个晚上 那个经验真是奢侈 这个全馆空无一人 我像做梦一样 一个墙上的画看着我们这帮中国人在那忙活 意思就是说 你尽管拍 尽管拍 但是大都会美术馆作品太多了 到底讲哪一件 此前我选择的都相对次要的 这个大家无名的作品 这回我想来想去 还是选择大家相对陌生的 甚至没有听说过的作品 为什么呢 第一啊 现在上网搜查世界名作和各国美术馆的收藏 这个方便到荒谬的地步 第二我总是发现 大家还是比较相信书本啊 教条啊 不太肯相信自己的眼睛 第三呢 就是所谓世界名作 实在是沾满了 历代美术史家的唾沫 给讲的太多了 各种说法都已经在那儿 所以我的习惯呢 是喜欢撩拨大家 把脸掰过去 看看别的风景 别的画 然后你再去看你的世界名画 或许你会有不同的感觉 也许更聪明一点会 当然我这次还是要为我自己的讲述啊 找一个点 什么点呢 就文学上啊 我不记得是谁说的 有这么一句话 说偏离规范的写作是好的写作 这句话里有三个关键词 就是规范 然后偏离 然后好的写作 那大家知道 这个所有艺术都是有规范的 为什么偏离了 反而是好的写作呢 所谓规范啊 褒义的说法 就是重规重矩 贬义的说法呢 就是层层相应 某阶段 某时期 艺术家会自觉自愿地遵从 长久形成的一个规范 然后就会渐渐出现 这个经典 楷模 权威 所谓偏离规范呢 也不是说艺术家不认同 而是时不时啊 就会有天才冒出来 蹦出过去的条条框框 他的个性特别强 他感觉特别灵 这个弄着弄着啊 他就听从自己 甚至放纵自己 忽然发现这个 饭点归 出点阁 作品就更有意思 更好玩 画起来也更有快感 古代的艺术家 偏离规范啊 多数是不自觉的 半自觉的 那比如卡拉瓦乔用 市井图夫 这个做模特 也不美化 如实地就把那个形象 放进宗教题材 就此就慢慢偏离了 15世纪长期形成的一个 意大利宗教绘画的规范 那到了16世纪 各国的画家跟上来 以他作为一种新的规范 然后又以各自的才华和个性 慢慢偏离他 有些天才啊 还会偏离自己的规范 伦布朗 晚年是场是从 看透事态 这个画了一系列深层的自画像 偏离了他早年的规范 最经典的这个自我偏离 我觉得是维拉斯克斯 那些诸如的肖像 他一辈子恭恭敬敬地画 皇亲国戚 可是那些诸如系列 在我看就是伟大的偏离 规范永远在期待天才的偏离 因为任何规范啊 不可能包容千差万别的真实 你不能想象维拉斯克斯 用画皇帝的方式去画诸如 伦布朗画的耶稣和所罗门王啊 经典极了 可是他在自己这张老脸上 发现而且肯定了 另一种美 凭着非凡的敏锐和自信 他们不知不觉地偏离了规范 同时丰富了规范 巴勒库绘画要是没有伦布朗的自画像 没有维拉斯克斯的诸如系列 那就乏味太多了 毕加索说 我不创造 我发现一切偏离 甚至背叛都来自艺术家的锐言 来自发现 到了十九世纪啊 这个越来越多的艺术家 试图偏离规范 进入二十世纪 偏离规范就成了常态 因为再好的规范 也会僵化 也会过时 有时候真是令人讨厌 可能所有规范都代表权力 代表正确 代表一种很大的势力 率先离开规范的艺术家 倒霉了 他越是偏离 他就越倒霉 这里面最著名的公案 就是印象派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博士生 马骁同学啊 最近出版了一本非常有趣的书 叫印象派的敌人 一五一十交代了整个十九世纪 法国画坛正宗的规范 罗列了二十多位 现在早已被遗忘的大画家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沙龙学院的这群人物 他们当年才是 红遍巴黎民政欧陆的画家 换句话说 十九世纪最牛X的 根本不是印象派 是这群人 可是一百多年后 公众只知道印象派 而那份被遗忘的名单 正是当年印象派 拼命想要偏离的规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站立的长廊是大都会美术馆二楼十九世纪馆的入口长廊 在这个长廊上通常挂的是十九世纪沙龙画家 学院画家的作品 其中有三个画家 我本次是要讲述的 一位是梅索尼埃 一位是卡巴内尔 还有一位叫勒帕尔斯 很可惜 现在这个长廊被征用 将要做另一个特展 这些画都拿走了 过去几十年都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 所以那三位画家的画只能出图片 那么进入这个主厅 是整个法国十九世纪重要画家的一个回顾 从安格尔·达拉克罗瓦 一直到巴比松画派 然后就进入这个印象派 马奈·德加·塞尚 莫奈·雷诺阿·希斯莱 然后一直到梵高庚 他们每个人站一个厅 甚至两个厅 沙龙的画家只能在这样的走廊里面 或者跟别的画挤在一起 没有资格跟他们挂在一起 所以在二十世纪 在二十一世纪 印象派画家已经成为我们大家 对十九世纪绘画的一个主要的记忆 欧美的大博物馆 其实仓库里放了很多沙龙的作品 可是在今天 他们不太有资格 能够跟印象派的话挂在一起 但是一百五十年前 情况正好相反 大家知道印象派的话 绝大部分被沙龙拒绝 即便入选以后 也是放在角落里面 被公众或者被舆论嘲笑 所以当时的印象派 要么就是自干边缘受穷 要么就是终身愤愤不平 这就是偏离规范的一个代价 现在我们来看看 梅索尼埃这幅军史画 他刚出道的时候 德拉克罗瓦曾经对别人说 梅索尼埃将是法国绘画伟大的继任者 他是个能品大师 最拿手的是画小画 有些小到就跟一本书那样大 毫不费力画出无数细节 他也是拿破仑三世雇佣的军史画家 这幅画是他一辈子画的最大的作品 叫做弗里德兰战役 这类金史画当然受到18世纪 他们的前辈大伟特的影响 因为历史画军史画 大伟特是创始人 后来就影响到俄罗斯绘画 影响到苏联绘画 上世纪50年代就来到中国 影响了我们的革命历史画 我们年轻的时候 都拼命仿效上一代画的革命历史画 可是我们私下知道 历史画的祖宗是在俄罗斯 俄罗斯历史画的祖宗 又是在法国 可是我们什么都看不到 大家觉得这幅军史画好吗 我没法说不好 要是说有什么不好 就是每个地方画得太好了 另一个太好的例子 平时就挂在这幅画的对面 是Le Page画的 聆听圣音的圣女贞德 我怀着矛盾 热爱这幅画 就像我怀着矛盾的心情 爱列宾 爱苏里科夫 因为Le Page既是绘画的高手 又是描绘情感和内心的高手 这幅圣女贞德 既画出了村姑的质朴 又画出了神圣感 而花园中木色似合 草木有情的神秘感 更是动人 以至我觉得这种神秘感 就是画家短命的原因 Le Page 36岁就死了 大家知道吗 他画的另一幅画 剁草曾经跟随 那个法国乡村画展 在1978年来到北京和上海 当时文革刚过 中国油画家看呆了 一张脸能够画到 这么神形碧桥 这么丰富细腻 不可思议 现在大家忘记 七十年代的情境了 其实那次法国画展中 科罗和米勒的小画 直接影响我画出了 日后的西藏组画 而Le Page的剁草 直接影响了中国南北各地 几位五零后六零后的画家 从此中国油画出现了 丰富细腻的技巧和画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勒帕尔一点都不会想到 他的画影响了 一百多年后的中国油画 可是有些中国画家 不太会承认 自己受了谁的影响 我认识那些艺术家 我想他们应该不会忘记 勒帕尔先生吧 好了 时间不够了 下一集我给大家介绍 更为细腻的沙龙画 看看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什么叫做规范 什么叫做偏离 我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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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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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认识我认识你 我认识我认识你 官府都督游为政 事事上下千年 却偏要说出瞬间 2018 世界依旧很大 大到可以 小说 这世界很酷 这世界很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